1月3日上午11点,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示议事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 宣示前,议员们迎接负责监视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然后面向国旗和区旗,同唱国歌 在林郑月娥监视下,议员们逐一宣示,拥护香港基本法,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,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,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,香港特别行政区,尽忠职守,遵守法律,连结奉公,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 中心社记者在现场看到,会议厅内悬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 根据香港特区2021年修订生效的国旗及国会条例 举行立法会议员宣示的场地必须悬挂国会 因此,此次宣示也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第一次在国会下宣示 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已于2021年5月21日刊献生效 该条例修订若干法例 指名行政长官或其授权人士为立法会议员宣示的监视人 宣示具有法律约束力 宣示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 宣示人若做出虚假宣示或在宣示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 需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当天的宣示仪式后,宣示有效的立法会议员名单将公布 据悉,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2021年12月19日顺利结束 这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153名候选人竞选90个议席 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 第七届立法会任期自2022年1月1日开始,任期4年 1月12日,第七届立法会将举行首次会议 第七届立法会